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改得成 但是我愿意狠斗直男一闪念 就是说咱们要求进步 比如说要改变头脑里的很多 我发现观念它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打破 比方说我过去就有一个执念 我就觉得要不就是三个男的才能聊得起来 最好是二男一女 一女花瓶 就比较好 但是你看我现在决定再进一步打破我的观念 让就是过去讲妇女我们讲能顶半变天 现在我们是三分天下 让你们有期二 对吧 这太有趣了 你不知道有这叫常立志立志男吗 是吗 所以常立志人呢通常都不会达成心 我上一次来两个女生的状况是跟那个又婷 也是一位台湾的主播 对 然后那时候你就说 我们是日月同徽吗 你不就是个赵字吗 日月底下一个空字那个 你就是个赵 是吗 对对对 那我成武则天了 武则天 不是 我而且是我就觉得呢 是因为什么吧 我觉得你们女的之间聊天吧 有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们不像男的那样互相不尊重 不是 就是说你们之间太尊重了 或者说你们就女人之间呢 都特别小心 就是哎呀 好像生怕讲话呀 让让对方冒犯到对方不开心 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注意 有吗 会不会 看来这个文涛还是在这个香港还有大陆的这个环境啊 都还是比较温和一点 碰到的都是一些温和的女性 你来台湾试试看 对对对 刚才易军跟我讲 咱们奶军当年也是火线双焦 对 他有个节目 就是两个人的 对对对对对 火线双焦 那是辣焦吧 台湾的那个女性的这个评论员辣的很多 你说是讲话什么客气什么 就是说很犀利的 不管是女性的立委或者是说女性的这个评论员很辣的 其实我每次上上下下我都在想我有没有抢男嘉宾的话 真的我每次都检讨 你这个女德 你最近是不是听丁玄演讲了 有所改变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就让我感觉很好了 咱们正好呢谈谈也是跟女性有关系的 尤其是跟母亲有关系的 奶精也是什么呢 一半啊 对对对 不是母亲 很多人的干妈这样可以吧 但是呢 这里边有有有一个有一件事可以引起话题 一军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原来是北二外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对吧 我是五大新闻系 最近我们那个主任有个系主任辞职了 是吧 哎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就名校毕业的 这个有一个女孩子 这个命运发生的变化 这个让人哪很唏嘘 而且我看他跟我同一年毕业的 几几 他98年毕业 我又不怕说 对我94年入校98年毕业的 98年毕业的 现在就是这个人呢 叫武济鸿 上的 用台湾的说法就是名校啊 因为人大就是名校 那个时候啊 我记得就是现在大学生不值钱了 但是他那个年代啊 还是天之骄子 基本就这个人 我觉得是给漏下去的 就是按说人民大学 这个什么档案系 甚至还通过了北京的公务员考试 但是参加面试的时候给筛下来了 然后呢就到广东 哎 有没有点倒霉的因素 就是一路找工作都没找着 最后嫁了个人吧 没过几年又离婚了 然后又发生了精神问题 然后呢就最后流落到江西 休水 就他前夫的家里 然后又跟一个人结婚 生了五六个孩子 二十年之后 这是多少年之后了 就是当年的校友 听说了这个消息 就先在校友群里发 然后呢当年的班主任就去 他农村家里去看 一看那简直就跟难民的家里一样 就说哎 同学们就差别太大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就五五级红 当年你看人民大学的毕业的学生 你再看这个现在 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现状 非常贫苦了 然后再看 就是这样的房子啊 还有没有 哦你看这个 就是你你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们学校 现在啊也也挺有意思 是校友之间讲究这个扶贫救难呢 还是就是说哎 老师来了 就把这个教材给他送一套 就是你好好学习 你得跟上时代 买电脑 买电脑 我们是不是他们想要帮助他 重回这个工作 甚至重回学校 当什么档案馆的什么管理员 有没有这个打算 我看到他的遭遇啊 然后还有特别就是看到他的照片 觉得很触目惊心 很想看看就是他当年 在学校毕业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有毕业纪念册吧 有没有毕业纪念册 有啊 就当时就很想看看 他当时的容貌是如何 仿佛就是被岁月摧残到 只剩下生存了 对对对 就觉得很很悲凉 而且特别是因为 他的故事我觉得才让很多非中国大陆的地方的人知道 就有关注 因为这个就在网上大家传的时候呢 因为有一些报道的很详细啊 就提到说 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就是工作就不再分配了 是不是 不是他正好是卡在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进校的时候还是国家包分配 但是呢 我们也说都不分配了 政策就调整了 但我们前面都已经不分配了 从96年开始嘛 是不是从96年开始 对 所以对于那个 对他 对于他以及他的这个父母来讲的话 可能都没有办法预期到 就是说整个的 就是制度的变化 往前的推进 就人的适应力呢 完全跟不上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他的故事挺让人感到很唏嘘 很痛心 没错 但是呢 我觉得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因为他生病嘛 他那时候受了这个受刺激以后 然后呢 就是中间精神面貌不是就是太好吧 我我倒愿意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个案的事情 你看他同差不多前后啊 同同期毕业 他的人大有一个校友很有名 刘强东啊 真的 对啊 但就不是同一届啊 应该是比较小一两届可能 他那个时候也是进人大 觉得是他因为他对政治很感兴趣嘛 我看他有一个访问 就是说想当官的 后来发现其实进了那个学校离当官还很远 那他就去下海 然后经营等等 那今天是中国的 对吧 这个最有钱的人之一 那还有很多同期的人 那我觉得他可能 我自己看当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 一个是一定要考公务员 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啊 就我毕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考公务员 是的 我没去考试我特别懒 我当时就想当记者 我就不想考公务员 我不要懒 那很多人真的考了 那有的上 有的没上 但是没有考上的人 他还都还有别的出路 很多人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公司了 蛮就蛮多的 就是这个状况 那么还有的人就是觉得大家都想要留北京 那不留北京的 现在很多发展的也都挺好的 后来 我就说其实出来以后 那个路呢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 对啊 你比如说 为什么你没流落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有的评论就是说 这个什么 结婚不要随便接 不要生动的孩子 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大多数 我觉得都没有流落成那样啊 我有点觉得这个故事是 我看啊 在网上的那个报道 就是下面就是打赏 那个什么小编工智能家五毛 什么什么 就是有点大家 就有点猎起 把一个个人的事情拿出来 再灌上 名校流落成这样 但是呢 他为什么能传播那么广 暗和大家现在的有一些焦虑 一些不安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极度贫困的问题 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安全感的问题 这个东西 肯定是这样子啊 但就肯定它是一个个案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 每一个时代 它发生的一些故事的时候 它背后的有一些的这个共通性啊 现在的 就比如说年轻人在看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多一层理解 比如说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说 你稳定了人大了 你一直未来 你的未来就是 就是打了包票了 所以我已经买 我已经这个那么努力的 已经有了这张入场券之后呢 以后大家就平铺青云了 但那个就是 中国在制度改革的年代 你到96年的时候不分配了 然后之后呢 大家各自找出路 然后接下来呢 很多的国企改革啦 或者很多的一个制度上面变化 很多人他们说 他突然下岗了 那你就是 你在一个社会的一个 这么大的这个巨变之下 当然有些人成功 可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在这样子的变动里面呢 他一下子落下去之后 他就翻不了身了 对 像比如说台湾 我们当然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制度上面的 这些的变化 可是我 我也是很幸运的一代 我们这个 在就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起飞的时候 可是那个就那么短短的那几年 就那些年之后 他就差点回不来了 那乃京 你比如说在台湾上最读最好的大学 最好的专业的学生 他有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 沦落为赤贫吗 当然也有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 因为通常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你可能会不知道 他是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他有些他可能做生意失败 嫁给渣男 或者是他本身是个男的 他可能未来也 也碰到了一些 比如说生意的失败 或者是说精神上面的一些的问题 而且特别常常有的时候是 顶尖的学校的学生 他出来的时候 社会的适应力特别的差 因为他就是非常的 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然后到了单位去做事的时候 团队工作精神很差 然后什么协调的很差 所以台湾已经有好几年了 企业最喜欢用的 都不是台大的 台湾台大是顶尖的 都不是台大的 是像什么台北大学 就是台北大学也是不错大学 我的意思是说 听着像大端 不是那种顶尖大学 因为顶尖大学 很多的学生不太好用 所以他可能在人生的 他的下半场的时候 他突然一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以后 他不被大家知道的就消失了 所以什么人都有 但是有的时候 你比如像我是89年 我是五大新闻系89年毕业 那一年 很多学生 你知道分到了 你不能想象的地方 就是他被分配到哪 韶关钢铁厂 当翻沙工 那个时候也就挺不可思议的 大学生毕业当翻沙工 对了 本业也行 我知道了 因为有特殊的历史原因 就是那时候很多学生 就分到这个厂里当翻沙工 我还记得我有个同班同学 但是他现在呢 在湖南的一个电视台工作 你看 他是怎么从底层又上来的呢 我觉得挺好玩 因为我也是自己找工作 到了广州 有一年 他在韶关嘛 韶关刚才讲 有一年来找我来了 我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啊 我来参加冶金系统职工演讲比赛 他在车间里吧 他毕竟是大学生 演讲 一路好参加演讲比赛 得了个奖 得了个奖呢 我就到这个什么韶关 比如钢铁厂工人报 让我当了一个工厂记者 然后呢 我写出了好的稿子 得了奖嘛 然后哎 最后我又调回了我的老家 就要到了湖南的电视台 哎 你看他也是一个一个路径 当我回首往事 我忽然想 就是你刚刚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有启发 就说我 我们毕业的时候 就我们那一代人 是变成什么呢 因为很多政策改了嘛 你看我从出身就变 就是就改成什么 什么独生子女了 然后又是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 也是改革了 那个高考改革 然后毕业的时候 然后呢 在什么分房的问题等等 就很多变化在发生 在我们之前的人呢 可能他的这个人生的 变化区域不会那么大 我们这样有很多变化 在里面以后呢 你如果能够抓着 那个就是那个机遇的人 可能他的命运改变特别大 像这个刘强东 比如说 那你如果没抓住 那个机遇呢 也就可以掉得特别下 就像刘强东的师姐 是吧 你说刘强东 娶了奶茶妹妹 也不想想师姐 在江西修水呢 是吧 看人行广告 之后见 刘强东 不过这个义军刚才讲的也是 就说他这个大家聊这个话题 一个是猎奇 再一个就是挑起了一个 就所谓中产阶级的焦虑 其实到今天 中国什么叫中产阶级 你也闹不清楚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你很清楚 就是一不留神你就掉下去了 就是我们想象的中产阶级 就是你看美国 为什么就是过去讲西方社会稳定 就是它是个什么橄榄型的 中间的一成不变的这种生活 但是你说中国要说有这个收入还不错的 他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投资一买好意味着房价一涨 他很容易就变成贫民阶层了 这个就是说经济学家对于中产阶级 有好多的定义 就是说他们试图去定义 你从收入上来讲 他有十几个不一样的定义 甚至把认为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 就是一个标准 那个意大利是发达国家有标准 然后取中间值等等 很多的定义 后来呢是最近几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定义 就是说特别简单 你有车你就中产阶级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印度 你有车就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后来又调查了 他就发现说有下力车也是 看你在哪个国家试了 他有可能的 但是不是用于像香港这样 就是说公共交通很发达的地方 像那个新加坡和香港都不 他都不太适用 还有一个定义 他就说你只要你所有的收入 你有三分 就是你用于你的日常开支和储蓄之外 有三分之一的 你可以自由去支配的 你就中产阶级 但是呢我前几年 因为一直在跟全世界的这些所谓新浪潮 这些事情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一个叫资讯中产阶级 就是说你不一定每个人 就是那些人口袋里都有那么多钱 有三分之一的这些钱可以去支配 但是因为现在的资讯的获得的门槛 就是这个cost降得特别的低 每个人的头脑都变成了中产阶级 他对自己权利的要求 对自己生活的期望都很高 所以当中这个落差怎么去填补 然后特别是现在是什么呢 就中产阶级数量最旁 就发展最快的是中国了 就十个国家当中九个在亚洲 然后呢在西方所发生的是什么呢 中产阶级队伍在缩小 美国和英国的问题特别的严重 英国不是有过一个调查吗 很多就说是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父辈过的好 本来你预期是比你爸爸 爷爷辈要好一些嘛 但是他是在往下降 所以呢英美会发生 他们就是这个排外呀 就是托欧啊 特朗普等他们觉得都是跟中产阶级在缩小有关 在发展中国家呢 是中产阶级扩大的 我觉得英美了 你讲 对不起 这不只是英美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是很普遍的现象 像台湾我们就叫这个叫新贫阶级啊 就是我们大家都新贫啊 新贫 贫穷 刚穷的 新贫 有老钱 有新贫 是吧 新贫阶级 因为我们对于过去的 所谓的这中产阶级 不只像义军刚才讲说你有三分之一可以拿来这个来运用 呃中国人嘛 可能大家都会想说啊我要有个自己的房子啦 啊 然后你现在发现你买不起房啊 然后除非这个爸爸妈妈有帮你准备着或者是可以出钱 否则你你一辈子你拼一辈子 你也买不到一栋房啊 你要不吃不喝十几年 你才能够买买一栋房 那我觉得呃像在这个中国大陆的问题呢就更严重啊 因为呢我有好多的这个晚辈啊啊 他们比如一到一失业 他所拿到的那个钱 可能不比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拿到的公家的退休金的钱 还不如啊 他还得靠他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退休金呢 来补贴他 那可是呢他旁边的这个旁边的人的这生活的状态呢 就一个个都在改善 那他就他没有他甚至于过不上一个所谓的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种失落感是非常深的 我觉得中国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 在中国说这个中产阶级啊 这是个虚头八脑的概念 中国只有焦虑阶级 没有说中产阶级 就什么他因为我觉得新安才算中产阶级 中国的焦虑分阶级吗 不是吧 所有人都在焦虑 哎有时候我看我们的门口把门老头 他比我不焦虑 真的你别看他好像比我 他的儿子一定跟你一样交流 我跟你说中国只有狗眼看人低阶级 那天就说那个阿尔法狗把那个科捷下败了 我就说这从此以后就狗眼看人低了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没有中产阶级啊 就是说我是谁这件事情 你弄清楚了 你才能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尹乃精 但是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 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什么的一个情况 你比方说 好 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想着当上流阶级 对他来说没有这么划分 只有往上爬 而且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像你妈妈当妈妈的 他们现在就讲 就是说有一个小孩的妈妈 在酒店里碰见另一个小女孩 就都过来 说你叫什么 我叫我叫Lucy 我叫Mary 好 我给你玩 另一个小孩跑过来也要玩 说你的英文名叫什么 我没有英文名 不给你玩 你知道现在有的妈妈 我要让我的孩子去跟谁做同学上幼儿园 有英文名的 表示他去国际学校是吗 甚至是学什么 你知道吗 都狗眼看人低呢 比如说学围棋 这显着咱好像不太有钱 对吧 学钢琴似乎稍好一点 第一流的叫学马术 那都是贵族子弟 学马术 就是 某些家里 你比如说他们参加真人秀 看见有些明星的小孩 一秀 有一口伦敦腔 还是牛津腔的英语 这就代表父母阶层 咱们要跟人家这样的孩子 一个幼儿园 哪怕你的财富达不到 这个苦吧 我觉得中国只有拼命往上奔的这个阶级 活得太辛苦了 就你不是那个层次 但是呢 我可以低 我要让我的孩子 我贷款 我要让我的孩子 跟这些 这显贵们的孩子在一块 就同学 就是攀比 攀比心太太强了 我不是说在台湾没有发生 台湾也有 就是都有 但它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当你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大家拼拼拼拼拼拼 总是拼的是想要去往前走 然后要要那个往复走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在于是 大陆在过去的这几年有曾经有一度的时间 暴富的太快了 就是那个速度呢 是那种等比 顶比 即说 啪 它突然升了 你突然升上去之后呢 所有的人一夕之间都看到别人可以这样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不行 那个的焦虑感就太深了 其实呢 就是说 它每一个 比如说你觉得在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有不安阶级吧 是因为它这个阶级 它没有一个定义和说 我安于这个阶级的感觉 但是你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英国 它的那种阶级的固化呢 每个人安于他的阶级呢 又被诟病 我在英国听过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 就是我一个朋友吧 他是原来就是在剑桥 他认识一个那个看门的 然后一直聊天聊天就很好 看门的 就带他去一个 他们经常去的 就是一个酒吧 那个看门的 很骄傲的跟他说 你不属于这里 就说你跟我不是一个阶级呢 我不是说我就低了 而是说你不属于这里 你知道 他每一个阶级 有他的骄傲感 但是你看这样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 他现在阶级的固化 使得他们也 他没有往上 你说中国人太想往上爬 他那爬不动了 爬不上去了也不好 你阶级没有流动性 你以为中国爬得上去吗 中国就是他在阶层里 没有安全感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跟你们列列啊 就说这个中产阶级育儿 比试炼 现在是爱说一个词 比试炼 看看你在第几层 你们家孩子玩什么啊 这一句 比如说小孩们说 动画片鄙视链是什么呀 这个看喜阳阳 熊出没 猪猪侠等国产动画片的 你比较低级的 对吧 然后呢 最高端的是探险活宝 开心汉堡店 什么最新最流行 还没有中文配音版的 各种英文原版动画片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第二旅游带着孩子 家长现在带着孩子去旅游 回来有去外国的经验呢 但是呢 你要是讲一个 你去哪了 说我昨天 我爸带我去云南了 这你就别聊了 对吧 要经常去欧美 要叫欧美 就是孩子很几岁 就要去过欧美 然后呢 兴趣班 你看 学这个电子琴 画画 舞蹈 这些 这都是一般的了 你要让你的孩子 跟什么人做同学呢 跟那些学马术的 学高尔夫的 学这个冰球的 三角钢琴的 跟这些孩子在一起 很多笔 我跟你讲 我指笔是什么呢 炫富的小孩 我真的碰到过 就有一次啊 就有一个 他就说 就见面就说 我又 我说我们家 刚换了一辆车 我有三个保姆 我说不行 这个不能跟他在教 还有我鄙视父母 一直拿手机 就是喂孩子的 我也觉得 就教育方式 能够比较 比较区隔 其他这些 我觉得他都是 这这这 乃京 你说你的父母 就特别拼是吗 没有 不会 我爸妈还 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怎么拼 你这个自己家里面的 那个收入 我们都是 爸爸公务员 比如妈妈 我们都是在家里要 接那些什么手工业 做那东西 台湾不是有客厅 集工厂吗 就做那东西 大家来补贴家用 我们都是在这样的 一个环境里面 长大的 但现在对我们 说的这种父母呢 台湾现在很多啊 台湾现在也有 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父母 而且呢 也有很多 我觉得也有很多人 就是拼着命的 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呢 就是进国际学校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他的同学们之中呢 他自己 也就是打中脸 那个充胖子 无论如何 别人开什么 宝石节 拍什么这个东西呢 就真的是带了款 也得买个名车 否则去接送的时候 孩子会没面子 这种父母绝对存在 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是说 我们老是喜欢 比如台湾也是这样 就老是喜欢去 呃去 称赞一些的个案 哎呀 他养成了四个孩子 什么念哈佛 啊 他为什么 成功 成功的 对 然后他如何可以能够 呃怎么 呃家里怎么样 呃不不补习 不什么的 可是呢 他可以如何的 读好这个哈利波特 然后又能够怎么样 进名校 就是 就是 哎 他不补习 他背后负担了多少钱啊 他从小就说家里面 给了他多少的资源 或者是呃 最近台湾才闹出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才才发生的 呃 建中嘛啊 就在那个 大学的学策考完之后呢 那医学院 上了医学院的学生呢 就来接受这个媒体访问 那其中呢 有一个这个海 有个建中的学生 他就不想接受媒体访问 就他一个 他的同学呢 就穿了他的衣服 啊 就去带他接受媒体访问 结果呢 那个 媒体就被骗了 被骗之后 这个事情就搞得轩然大破 因为有的人骂建中啊 那有的人就骂这个媒体 就是你本来平常就不查诊 可是里面反映了什么 为什么考上医学院的学生 为什么这些人 每一年都被当做标杆来称赞呢 你就在尝诺一个统一的价值 我见过真正 不是吗 对对 就是阶级符号 阶级符号 因为你社会上 重扬这个东西 我见过真正很富有的家庭 他教小孩教我们家挺穷 直到有个店 他们在讲 不对 我们好像有好几个